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上一段影片,我们介绍了关卡编辑器各个主要面板的功能 而接下来的几段影片,我们会分别来介绍它们的操作 首先就是内容抽屉,Content Drawer 那在介绍它的同时,我们也连带把专案资料夹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内容抽屉是内容浏览器,Content Browser的升级版 而内容浏览器的用途是让开发者可以存取游戏专案里面的Content这个资料夹 例如,画面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目前开启的MyProjectOne这个专案 它的Content资料夹 那比对两者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Content资料夹里面 比内容浏览器所显示的多出了Collections跟Developers这两个资料夹 除此之外,其他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我们选择New Project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但是在建立的同时,我们不勾选StarterContent 也不选择任何的范本 而是选择Blank空白这个项目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预设资源的专案 这个时候在Content Browser底下显示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空白 而这个时候打开它的专案资料夹 就可以看到里面只剩下Collections跟Developers 那这两个资料夹有特殊的用途 所以平常它并不会显示出来 那在这里我们就先不解释如何去使用它了 内容抽屉跟内容浏览器的差别呢 这个动作就在于不使用的时候 它会自动关上 让出原本占用的荧幕空间来显示关卡的内容 而且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按下Dock in Layout 就可以把它锁定住 不会关上 那这个动作其实相当于选择Content Browser 1 然后把它堆叠在这个位置 会这么做 通常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关卡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比较多的内容 从内容浏览器这边 拉到场景里来建立新的关卡 所以这个时候自动关闭反而会造成困扰 那当我们把新的关卡建立好 不再需要这样子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按下这边的关闭按钮 那之后我们又可以照之前的方式 继续的来使用内容抽屉 这一个专案的Content资料夹 目前是完全空的 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替它加入新的资源 第一种方式是可以把我们原本在 Create New Project建立新专案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加入的Starter Content 或者是像第三人称范本 这些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并没有加进来的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它补加进来 方法就是按下Add这个按钮 然后在最上面的地方会有一个Add Features or Content Pack 加上特色或者是内容资源包 选择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三个标签 那前面两个标签是各种所谓的Features 其实就是范本的意思 所以在Blueprint Features这边代表是用Blueprint的方式 所建立的一些包括第三人称 包括第一人称或者是上下等等 这些不同的方式的范本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加入第三人称的范本的话 我们选择Third Person这一项 然后按下Add to Project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原本空白的Content资料夹底下 就会增加了这几个Geometry等等的这几个资料夹 那这几个资料夹就是第三人称范本所需要有的内容 那如果我们是要加上Starter Content的话 就是选择第三项这边 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Starter Content 我们同样的按下Add to Project 加入专案 那在打开专案抽屉之后 就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Starter Content这个资料夹了 C++ Feature这个标签 是加入一些用C++程式语言所撰写的资源包 那因为初学的部分我们并没有使用C++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板关掉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式是把透过外部程式建立的3D模型 贴图或者是音乐音效等等的档案 把它放到Content资料夹里面来 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导入Import 导入是一个重要而且比较复杂的步骤 所以我们之后会另外用一段影片来解释它 第三种是加入在虚幻商城里取得的一些资源包 这些资源包可以节省自行制作资源的时间 尤其是开发团队本身规模或者是能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APIC游戏启动器来打开虚幻商城 或者可以从Content按钮选择Open Marketplace 我个人是建议直接使用APIC游戏启动器来开启虚幻商城 因为刚才后面的这一种开启的方式 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是不会成功的 那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就进入到虚幻商城 我们以免费资源这边的APIC Games Content来做例子 假设我们要选择运动器材这个资源包 那点进去之后 通常我们会先看一下这个资源包里面的这些资源 然后我们可以按下Free这个按钮 就立刻就可以取得这个资源包 当这个按钮变成Add to Project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来把这个资源包加入到我们的专案 那注意一下 这边目前我们看到它所支持的引擎版本 只到4.26版 因为目前5.0Early Access 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版本 所以暂时不会有任何资源包支援它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那在这边的选单 我们会看到每一个专案旁边 都会显示这个专案的版本 我们按下Show all projects 这边打勾起来 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My Project这个专案 我们看到它这边写5.0Ea 那所以我们勾选它 勾选之后 在底下这边有一行红字警告我们说 目前这个资源包跟5.0Ea并不相容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选择Select Virgin 那目前它只有4.26版 它并没有提供5.0Ea版 但是我们就选择4.26 然后再按下Add to Project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开始下载了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资源包是1.7Gigabyte 那我们先稍微等待它下载完 这边我们看到它已经快要下载完了 那验证完毕之后 当它这个按钮回复成Add to Project 就代表已经下载完成 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按钮旁边 会多出一个小的三角形 那这边会有一个Remove Local Content 因为它下载了这个资源包之后 它会把它备份起来 那这个备份会占用掉 额外的硬碟空间 那如果你的硬碟够大 当然就不用去理会它 如果空间有限 比如说是在笔电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一项 那就可以把这个占用的空间 把它给清除掉 另外在下载的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需要把原本的My Project 这个专案把它关掉 那现在已经下载完了 我们回到My Project这边 打开内容抽屉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原本有的这些资料夹以外 有一个TM Sports Pack 这个资料夹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下载的 那一个资源包 打开Sport这个资料夹 我们看到这边有Materials代表材质 Meshers就是3D的模型 Textures是贴图 那我们打开Meshers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运动器材 相关的一些模型 举例来讲 我现在选到的这一个健身器材 那我拉进来之前 因为它模型可能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那会有一个计算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你就按住它 不动就好 那等到可以拖动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拉到场景里面来 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重训的器材 这边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当滑鼠游标移到某一个物件旁边的时候 就会出现跟这个物件相关的一些统计数字 包括它储存的位置 还有像这个3D模型的点数面数等等 那其中有一项后面数字写 32乘以26乘以45的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模型的长宽高 另外我们看到这些3D模型 都会以缩图的方式来显现 那我们可以调整这个缩图的大小 只要在后面Settings这边 按下去之后 选到Thunk Next 这个项目 那这边我们可以选择 像现在是在Median中间大小 那Small它就会变得更小 相反的Large它就会变大 那在这边它有五段大小可以选择 所以你可以试这些模型的情况 选择适当的显示大小 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方式 目前Tales就是用一个一个方块来显示 List是一串的方式显示 那Colon就是显示它的各种详细的资讯 但通常我们就用Tales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第四种加入资源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Quixel Content Quixel是一家以3D扫描的方式 制作超高解析度的3D模型或者是材质 这样子的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在差不多两年前被Epic Games所收购 那收购之后呢 Epic Games就把这些资源免费的提供给所有使用 Ear Engine的使用者 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Quixel它的网站 那这整套资源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Quixel Megascans Library Quixel Megascans 素材资料库 在这个素材资料库里面包括了一些3D的普通的资产 或者是植物或者是材质等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在Ear Engine里面使用的时候 它会透过一个叫做Quixel Bridge的工具 我们可以透过内容抽屉 Add按钮这边的AddQuixel Content 或者是在Content按钮底下的Quixel Bridge 我们同样都可以存取到这个画面 其实在虚幻商城里面 我们一样可以找得到Megascans 素材资料库 那不一样的是 在这边虚幻商城里面的这些素材资料库呢 它是下载的时候 是一套一套的资料库整个下载 而在Bridge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物件 或者一种一种材质单独来下载它 那同样的这个部分也是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之后也同样另外在用单独的影片 来介绍怎么样使用Quixel Bridge 透过上面这四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建制这个游戏专案 所需要使用到的素材资料库 而当我们把这个素材资料库建制好之后 我们开始建构我们自己的关卡 或者是加入程式等等 又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档案 那我们看到在内容抽屉这边就会多了一个NewMan 这个关卡档 还有它所需要的一些额外资讯 每一个关卡至少都会有这两个档案 那除此之外 在建制整个关卡的过程 可能额外的还需要建制材质 或者是我们的游戏的程式的部分 是所谓的Blueprint等等等等的 那这些是属于在关卡编辑器里面 额外会产生的档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不管是按下滑鼠右键出现的这个选单 或者是我们按下内容抽屉的这个 按钮 这边下半部的这个部分 这两个选单显示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这边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这些档案 那有关这些额外的部分 我们就等到之后有机会要使用到的时候 再来做说明 比如说我们的材质 或者是Blueprint的程式的部分 以上就是有关内容浏览器 跟内容抽屉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